如果有萬多隻股票你都去研究它的基本面 但現在27隻你就輕輕鬆鬆了 而其實它最賺錢就不是幫你起泳池 是幫你保持著運動的泳池 所以它的業務跟它的股價一樣升得非常誇張 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我是Camp股壇劉源德 今天就等我們用爆發式增長模型Can Slee Model 再去找一找美股方面有什麼爆發式成長股 在未來這一年會發生的 其實我們之前在茶坠或虛擬組合 都有說過在2017年10月3日做了部署的PUO 都是可以藉著Can Slee Model這個爆發式模型 找到的其中一個例子 由2017年10月開始計起 其實PUO已經增長了接近二百幾十% 非常誇張,由110元升到三百幾十元 如果大家都想看美股的名單裏面 接下來這一年會有什麼股票呢 就一定要看下去了 如果沒有看上一集我們港股的Can Slee Model 也可以看回 還有當然不少得是 如果喜歡這個節目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給個支持小弟 經過了上一集港股版的Can Slee Model 見到十分之多的朋友支持和鼓勵 在這裡我都非常之多謝大家 另外回應上一集的comment 我也特意剪了頭去拍這一集 希望大家喜歡 上集set的八百個like目標 結果就比我預期中高出了倍幾 非常之多謝 所以也是這樣就拍這一集的美股 還有會在下面的連結 留下一個Excel 讓大家知道其他國家 一年回報的數字的requirement 但是既然都是說Can Slee Model 這一集就會比上一集 我想玩得複雜一點 因為上一集只是教了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 at least幫大家由幾千隻股票 縮靜到十幾隻的範圍 而邏輯非常之簡單 所以應該大家都明白了 今集絕對有條件 可以深入一點去跟大家分享 得出個list之後 我自己會做的幾個step 今天我都抽了幾個上一集的問題 在這裡回應大家 第一條comment 有幾位朋友都問到 會不會做一個小總結 在這個選股器的系列中 其實我也在想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 也可以在今集留意 讓我知道大家都想看一個小總結 我也會為大家準備一下 第二類型的comment 有人問到Cansley Model選出來的股票 如果是逆市或是紅市的時候 不就市況的話會不會入市呢 其實作者William O'Neill都提及到 Cansley Model的M就是指Market的意思 即是說要遷就市場的趨勢 所以絕對是要看回整個技術面走勢 不過這個就不能夠簡單從一個選股器篩選出來的 我會傾向有了你的觀察名單之後 繼而就市況入市 而其實有一位朋友都幫我答了這個問題 在這裡麻煩你先威關trend 第三個問題就是問到 在我們計算RPS的時候 上一集的18%一年回報是怎樣拿出來的呢 其實那個18%回報的目的 是要找出這一年來 如果要跑贏八成同一個市場上的股票 你要做到多少%的回報 這個X就是18% 如果以港股來說 當然這個數字每時都會轉 因為市場的價格每天都變 但是起碼你自己有一個大概的數字在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找回這個數字出來 只要在你心儀的市場上 去看回在這一年要做top20回報的公司 他們的回報需要多少 就可以找到出來 這個答案也可以回應到MC的問題 MC就說到他用同一個方法去找 找不到1448和賣白奶粉那間公司1717 那是因為他的回報在拍片之後的幾天已經跌下來了 不能夠超出18%的回報 所以他就想問一下 在選股上William是多久一次呢 其實這位朋友方向絕對對 但是作者William其實就沒有用選股器去做 而取而代之他有整個團隊幫他去選股 那作為散戶的我們又怎能夠無尼拉加有幾十人的團隊呢 但是我自己慣常的做法 就會是每個月用這個filter去篩一次 得出來的觀察名單呢 如果往後基本面是不變的話 即是說例如盈利增長 公司前景、板塊前景那些是不變的話 那其實就回市況我就會入市了 因為大體中長線的趨勢仍然是樂觀的話 意味著這間公司是否仍然有爆升的可能 在另一個問題就說到 William的Canslim選股模型裡面 其實有幾個條件我們沒有放在選股器裡面 包括市場領導地位、市場趨勢、板塊地位等等 那正如我上一集都說到 這一堆的條件真的不能夠量化到 但是at least上一集的選股器 是可以幫到你省一百倍的時間 從幾千隻股票變成十幾隻股票 那你就不需要每一隻股票都研究它的來龍去脈 就算你有無限的心機 你都沒有無限的時間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 選股器是能夠大大提升我們的效率 但並不能夠只用選股器去做部署 那進回我們今集美股版的Canslim model 首先量化的數據、方法都是跟上一集很接近的 第一這一季的EPS要有大於18%或者等於18%的增長 第二就是5年入面Earning Per Share、EPS 複合的增長要有大於或者等於15% 並且在這一年EPS要有正數 第三點市值方面我就略為調整了 因為美股的規模整體上都是比港股大很多 那我就在總市值略為調整了 去到5B至20B的美金 去到RPS相對強度那一點要大於80% 那在美股裡面就指至到我現在這一刻 這個條件就轉化為 最近一年要有大於34%的回報 才能夠符合以上RPS等於或者大於80%的要求 最後也是投訊基金至少要有10%或者外資有5%或以上 好啦那選股器方面我們又用Investing.com 那首先我們不是選香港的股票 就選美國的股票 你就會找到11453值股票 之後就有剛才的5個食材 1,比率方面我們看看Earning Per Share 去年和季比較要大於15% 最近的EPS要大於0% 而在相對強度方面就轉化為近這一年的升跌率 要大於34% 最後市值方面就是基本面按市值 介乎在5個Billion去到20個Billion 不要太大又不要太小 最後萬多隻股票就變回27隻股票 你想想如果萬多隻股票你都去讨论它的基本面 反快行程過股行程 真的到你變穆拿伊那一刻都未學完 但現在27隻你就輕輕鬆鬆了 正如由我一開始所說 今集會深入少少的 我會示範我自己個人在這個名單上進一步會看的資料 因為不是這27隻都適合 還有Canslin Model量化不了那個部分 我們是要配合的 那這裡我就會看幾樣東西 第一,剛才的選股裡面我們的Criterious說到 近一年EPS要有正數 但我就會將這個要求拼大 去到3至5年都要正數 為什麼有時會3年少了呢 原因是有些在這3年高速增長的股票 那你就不要死顧顧 就可以將門檻降低一點 去在增長和轉規為形方面拿平衡 第二,我就會開個月線圖看看 它整體上的趨勢會不會太波幅 又或者它是不是處於一個上升趨勢的階段 雞兒最難的就是認識這間公司和這個板塊 就是看看那個公司的索屬的板塊 是不是一個當紅的板塊 是不是封口上的豬 之後就了解一下這間公司 它在業務上有沒有戶勝河 是不是at least在它的紙板塊上高壟斷 跟著那些零零碎碎的 當然就是投訊基金的數量等等 好了,那就示範一下 27隻股票 第一隻這樣算 LEN的B股 那這裡我們又用Morning Star 按Key Result Full Key Result 你就會見到Earning Per Share這裡 不要說5年 就算是10年 它都有一個正數 而且增長也不錯 然後又用Trading View 看看它的大市走勢 雖然10年的走勢都不錯 由10多元升到70多元 但是近這5年似乎就有點橫行 波幅程度也太高了 在20年頭那次的跌幅 是由70多元跌到20多元 所以我就不太接受到這些股票 就把它淘汰了 那去到下面的例子 我們看到一開始片頭的Purl 我們又用Purl做例子 在Morning Star打Purl 又或者在連結改 教過大家 又按Key Result Full Key Result Data 見到Earning Per Share 10年都有一個正數 而且增長非常不少 由1.15到6.4 再看看股價的走勢 基本上這10年都是屈機 可以由10多元升到334元 再來就看看投訊基金的數量 按Ownership 非常之多 不用數都肯定有10加以上 接著這一步就考眼光 首先在板塊上面 它是屬於奢侈品 它是做一些泳池生意 幫你建一下泳池 還有做一些維修上面的工作 而其實它最賺錢 就不是幫你建泳池 是幫你保持著運動的泳池 每年吸血 好像吸血鬼一樣 所以它的業務 跟它的股價一樣 都是升得非常之誇張 我覺得都符合了Can Slim的模特兒 17年開始買它 絕對能夠對沖到 我家裡沒有泳池的心理 再來一個例子 不如就看看QDEL這隻股票 KUDO Corporation 又是Full Key Result Data 看看Earning Per Share 這裡就有點賺鬼 最新的三個數字 你可以看到它有時負有時正 直到最近這三次 計算TTM的話 才是連續有正數的 但在三年間 它的會股營利增長 接近升到100% 都挺誇張 所以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平衡回增長和轉規的位營 這兩點 我都會勉強給它通過 儘管放在watching list上 如果沒有更好的股票 就試試它 再來看看它的股價發展 近這十年的走勢 非常之誇張 又是由十多元升到上二百多元 只不過這一個月的跌幅 就略為金了 其實在100億美元左右市值的公司來講 經常發生比較波動性的股價 它也不例外 在長線趨勢上都算是過關 而什麼時候進入 當然就是等待短中線的技術部署 這些我們之前的教育自衛也有說到 在板塊和業務上 首先它是屬於Healthcare板塊 主要在醫務範疇上 去做一些實驗 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近期的新冠肺炎 其實它都是FDA批准的 Laptest公司 幫忙做一些新冠肺炎的化驗 可見一間公司 在Laptest的地位上 其實都首威一致 至於醫務這個紙板塊 我一直都看好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整體上 它都是符合了Canslin model 其實在這個list上 有不少的股票 是值得列入我們的watching list 又例如這隻同樣是Healthcare板塊的MASI 主要做一些一次性的傳感器 就是醫療設備 留意一下是一次性 即是說你給了這麼多錢 買它的產品 你只是用一次 你以為它不會做循環再用的版本嗎 不過賺錢 這些陰謀論 就留給暗網仔 最後我都給大家一隻功課 一間MPWR的半導體公司 不如大家又用我剛才的分享 去study一下 值不值得我們放入觀察名單裡面 又或者你有自己的insight 都不要毒食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每次都有看comment 最後剛才講到一年回報的Xtele number 我都提供不同國家指數這個X的list給大家 大家一定要 limits View Description 上的連結就可以看到 希望方便到大家 好 今集的時間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 Like 和 Comment 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 Bye 今天整個課程已經製作完成 加上我們升級了 Server 之後 正式海船回歸 有興趣知道怎樣才能做到財務自由 真的不是遙不可及的事 馬上在下面連結收睇 免費的一小時簡介加工作坊 還不快點去? 喂 為慶祝我們我要做附庸 YouTube 訂閱人數超過了三十萬 回饋回大家 今天正式開始這個遊戲叫做 我要幫你付首期 送你高達五十二萬的首期 助你上車 簡單步驟就是 1. 訂閱我要做附庸的YouTube 頻道 2. 都下面遊戲連結登記做玩家 3. 就是不停叫朋友玩這個遊戲 而叫他們登記的時候 填你已經登記了的電郵 作為介紹人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遊戲是歡迎任何地區人士參加的 下一個上車的可能是你 快點去報名參加吧 嘩 四年一遇 當然不是月食 是美國總統大選 這次的千人茶序講座 食證在大選之前 當然是和大家備戰 民主共和黨對內政策 新的四年 一定有不同的美股受惠行業 對華政策 拜登的謀戰 是否真的易打呢 港股走勢會怎樣呢 美國大選統計 如果民主黨勝出 統計說明四年的股市 會有驚喜的 特別嘉賓Dennis 就會埋大包 大公開量化行止 平行時空策略 制度絕對回報 9月22日 千人網上茶序 投資講座 全球朋友 一定要參加啦 9月真是back to school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難得都會有線上的免費分享會 包括期權、外匯、美股 Algo Trade 以及即使期指期權 全球朋友都可以參加 都是免費的 詳情下面連結去看一看啦 還未訂閱富翁電視 MT TV 快點去訂閱啦 下次再見啦 下次再見啦 感谢观看